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金融马拉顿节目 好那这礼拜一开始呢 今天指数是开盘 今天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今天是指数是下跌209点 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 大家看到就美国数字实在是太强 那么这个 这个数字来说的话 包括失业率的数字 还有包括非农就业的数字 都是比大家预期要强劲很多 那非农就业51.7万人 那比预期18万人多来说增加非常多 那你把里面拆开来看的话 那其实在几个区块里面是增加特多的 包括像是休闲 餐饮 医疗等等之类的 那最近裁员其实之前也裁很多 但是虽然裁很多 但是科技业上面的这个就业 就是非农就业它减少的幅度却很有限 所以这就是说数字很强 也就是说就业的压力来讲的话 就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就业市场还是非常强 那因为虽然说有很多裁员 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里面 新增加的这个科技业的人数也非常多 所以你如果把它跟新增加的人数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增加的那些人数 它现在裁掉人数比起来 它等于只是把当时增加的很多的人数裁掉一些 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 那再来的话 在属于非科技的部分就是服务业上面 服务业上面因为已经压很久 你三年的疫情压在那边 现在开始陆续解封的话 当然那个需求会出来 所以就业短期之内应该也下不去 所以失业率也创下了五十几年来的新低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当然就表示了什么 就表示说第一个 大家要马上在今年之内就希望能够降期的话 那看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因为你数字太强了 这种数字短期之内看起来也下不来 所以就导致十年期的公债跟美元的开始走强 所以这个效应来说的话 你看今天来讲的话 当然台积电第一个就下来 所以今天其实台积电就已经16块钱了 那指数里面也贡献大部分 那其他有些涨多电子股回 那我刚刚讲到台币 台币上礼拜其实已经跟大家讲过 就上礼拜来说 就已经说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你要注意就是短线大概到了一个满足点 那这波其实是什么 这波就是年后的时候台币非常非常强势 那带来了一个资金 也就是说这个资金效益 这个资金狂潮 那所以它来的又快又急 都在指数股上面 所以台股拉的又快又急 所以短期会休息 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 这个台币狂升的短线上已经先告一段落 那当然热钱资金就告一段落了 也就是说你之前涨很多的全职股 都会休息一下 但是这就会让什么呢 这就会让指数也稍微休息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 你就看五日线 五日线跟KD 那现在KD稍微下来一点点 但是下面年线有一点支撑 所以短线上来说的话 它有机会再稍微谈一下 但是要注意就是五日线 它其实今天是有些跌破 这就表示说第一个阶段它暂时先停顿下来 它就进入第二阶段 因为今年的话你要先有一个概念 刚刚讲到这个数字很强 也就是说就位数字非常强 但是通膨是渐渐下 所以今年这两个东西并存 所以今年其实市场里面是很多因素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很短期的因素去看 那么就位数字上来这么强的话 当然它会让前面的这些预期稍微退回去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看起来短线上面它是有些利空 但是你再回来看今年的通膨之下 所以你如果把时间来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它通膨还是渐渐下去 那就两个因素都会并存 所以我说今年的行情是 它是脱离底部慢慢上去的一年 但是慢慢上去的一年 它的速度却不见得是非常的快 也就是说它走一段以后就会停一下 停一下是因为你有些数字没有办法下这么快 有些数字没有办法下这么快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直线就逼转上去 所以你的操作就要一段一段 也就是说今年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先知道今年选股不选市 今年选股不选市的话你要选什么 其实今年是跨产业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其实今年的话电子也好或者非电也好 都有表现的机会他们都会涨 但是它涨不是每一个都涨 它就是个别成长性 也就是说今年完全就选股不选市 所以今年其实会有多主流 多主流会轮动 所以你有很多赚钱机会 但多主流轮动的时候 你要先把一个概念先把它建立好 那这些多主流的特色是什么 今年不管是电子也好非电也好 这个多主流的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新的应用 新的应用 新的成长新的进度 它的重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到在过年期间 从我们过年时候开始NVIDIA一路大涨 它在涨的是什么 聊天机器人吗 对不对 它在涨就是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它的出来速度很快 因为那就是一个新的应用 所以它用到这些大数据 它用到的大数据也好 或是AI的晶片也好 它就是一个新东西 那你看到新东西出来的时候 它刺激市场上是刺激非常快 对不对 所以会造成像NVIDIA 他们在这个过年期间里面 一路大涨上来 但今年不是只有一个主流 今年是多主流 那多主流重点就我刚说的 你的多主流是放在 今年就是有成长性的 今年的话 真正高成长的股票 它不一定是只有电子 也不一定是只有在传产 它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各自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今年 电子股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但是非电也有赚钱的机会 只是不同的时间你要怎么切入 再来还有更重要的重点是 你要在喷出之前把它先买好 所以我们先下一个结论来说 这个指数 短期上面来说的话 台币短线上面先告一段落 所以全职股短期之内 它不容易表现 那所以的话 你看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在说的 市场有时候会 在某一个点会 它会有点极致 就是说你看到像台币的走势一样 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它在农历年后喷出去的时候 到最后就是极致了 也就是说它洁净了 那它洁净了之后 它上来说你看它会留很大缺口 这就是它力道洁净 那力道洁净是什么 是它改变方向的讯号 所以当它改变方向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主流上面会调整 但是大方向还要记得 今年所有东西 其实都在新的东西上面 不管是电子上面的新应用 新的新题材 你如果出过前面的 我认为拉回是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你等它拉回整理过之后 下一次再发动的时候 你就有新的机会 那再来反过来讲 在非电的部分 当然也有成长性很强的族群 对不对 包括今年的生计里面 有很多的新题材 这个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那生计的新题材里面 那么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今年确实有很多新进度 今年新的这还不是全部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第一季第二季下半年 其实都各自会有各自的进度 那加上今年有解封 那么解封又有解封的刺激 所以我说今年生计里面 也很多新题材 所以你回过来看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把握还没有喷出的时候 还没有喷出整理过 那长了一次以后整理过 整理之后休息一下 再来下一个波段 这个今年的话 你就是一大段一大段 你就是一段一段做 所以我说今年里面有很多个股 其实有蛮好的机会 包括我们来看看 这是今天的南光 南光其实在 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谈过 因为它也整理一段时间 但前面掌握一次 然后拉回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在前面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它今年成长你会强 因为去年是在反映 它接到什么 第四季之后 它接到了大的订单 蓝命德森接到了很大的订单 那这个订单在去年第四季小量出货 那其实你如果要讲数量的话 去年第四季出的量 是非常小的量 也就是说整个订单的尾数 它去年只有出那个尾数而已 但今年就全部 也就是说今年是整个 真正开始业绩要喷出去的时候 所以今年的业绩就是大好 对不对 但股价整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回来看看的话 这是南光走势 在之前的这一段里面 这一段其实也很好赚 所以你今天要把握那个方向 今年有很多股票可以让你一段一段转 对不对 你前面可以转的这一段 然后整理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都没进场 但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点 对不对 因为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开始 它其实不只是前面的这个命德森 今年要放量之外 另外还有包括 酱麻药药 对不对 还有抗生素 那抗生素原来也没有在中国 原来只有在美国而已 那这两个也是今年第一季 就会过一致性的评价 那一致性评价是什么 这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过一致性评价就是你可以开始接大单的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当时的命德森就是这样 是不是 它接了过了一致性评价之后 开始出大单 那大单就直接结下来了 那那个大单在去年是贡献一小部分 今年就贡献全年 所以你其实就要把握什么 你就要把好股票锁定好 对不对 那今年第一季的降脑压药和抗生素出中国的 如果再过一致性评价这个力道就会强了 因为你本来只有一个而已 对不对 但是后面还有两个在后面 所以我就说今年其实很多赚钱好机会 当然今天南宫表现也漂亮 是是差一点点要涨停板 那尾盘差一点点 那不过今天其实找盘到收盘 其实你都是可以直接赚钱的 所以我才会讲说 今年你要把握很多好股票赚钱的机会 对因为今年就真的都在各股里面 是不是各产业都有 你说那么多产业我要怎么去划分 你记得我讲的一个重点 今年多主流 他们会轮动 但是这多主流有个特色 他们全部都是新的 新的进度 新的题材 新的应用 电子里一定是新应用 一定是强调是新的应用 那这里面最容易最早开始的 最早卡到位置的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最容易会喷出去 他今年可能给你好几段 包括生计也是一样 所以生计里面有说 有一些好股票你要去把握的 包括像四阳也准备要创新高了 四阳其实前面的这一波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还是可以让你赚很多 整理一段时间以后拉回来 极限守住 极限守住之后 接下来准备什么 准备淘汰钱高 因为他的东西里面 短期内你很难去 你很难有 你很难有其他的对手赶上来 因为他难度就比较高 应该说他门槛就比较高 是不是 你说他还有其他的国外的几个厂 对他还有其他几个 其实现在他已经是全球前五大 在亚洲是最大 对不对 而且不讲说市场上面 亚洲市场现在渗透率 其实还从 现在才从低档刚上来而已 你还有很大渗透空间 你如果不讲这个 你单单在国际的五大厂来看 另外四个现在他们其实也都是满得 再加上有些东西他们还要代工出来 在代工出来的时候你又更熟悔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股票 你就要找过他一波一波的卖动 那就赚了一次还一次 所以说我说今年其实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那隐形眼镜 最看好就是市阳 因为他的门槛是特别高的 对不对跟其他人比起来 那为什么国内只有这一家 他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几乎是专注在这个 几乎专注在细水胶引擎眼镜 对不对 因为细水胶引擎眼镜难度就是高 不过解封之后当然他的需求就更强了 因为之前你还没很必要 那国外的路径就是这样 是是 你开始会开始取代 原来的这个水胶引擎眼镜 因为健康率是在抬头 加上那个透氧率实在是差太多 所以是差好几倍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看 我觉得炒热钱高应该是非常有机会 因为这个抵打完之后 上去了后测试一下 这很标准嘛 测试一下接下来的话怎样 接下来就能够挑战钱高 那出量的位置都在这里 所以从底部出量 从底部出量 这个大单都没有中 所以的话 我觉得很多股票赚成很好的机会 那当然大家就是要把握好了 那当然的话 我们其实也都事前跟大家讲 所以在这个元宵节前就请大家赶快跟上来 对不对 元宵节后的标股 你在元宵节先买好 对不对 买好之后元宵节之后就可以马上赚钱的 那我想今天大家也看到 其实今天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 包括这个礼拜 还有很多要发动的股票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要赶快跟上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那么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我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赚钱的机会 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指数是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好那当然在前年的时候大涨是非常好 因为那个族群其实是非常整齐 好那加上说 呃他的评价上面就是一路往上跳 好所以当时很多涨价效益 好那种情况之下你赚钱很好赚 好那去年的话前半段就是跌乱七八糟 到下半段的时候呢 就是个别上面有些股票反弹 好当然也有出一些新的 好那到今年的话呢 就跟前面两年都不一样 好今年不是一个指数呢 要一路狂奔好几千点的年 但是也不是一个指数要大跌的年 好所以今年的话就是完全什么 就是完全在大涨大跌之后出现的新上机 好出现的新机会 好所以今年其实我觉得很多可以赚钱的好股票 那当然反过来讲的话产业里面很好玩 好产业这个是常常在变化啦 也就是说你每一年看到的现象都不太一样 那再来都会有些新运用 好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的话就是呢 你如果在这个元宵之前有跟上我们的朋友 你大概都会知道我那天跟你讲了美食 好我那天跟你说 美食的原厂原厂药在美国它的销售大幅下滑 那这其实就是玄米耀在侵占它的部分 那其实玄米耀本来他就是一定会把那块市场拿下来的 只是时间快慢而已 那看起来适度是更快一点 好那礼拜五的时候就跟你说你要注意 好那礼拜五也带你买好 对不对今天就直接找停了 好那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产业东西对不对 那有时候产业东西 大家看起来会觉得好像很复杂 因为有时候新闻写很多 对不对那有时候东西很多 好那有时候他又看起来有点硬 但是呢其实我都可以用 很简单让你容易了解的方向 可以让你马上去掌握到里面的重点 好所以过完年之后 那么我们的团队现在越来越强 那么我们的粉专也准备 也准备要正式开始了 好所以呢 再过不久之后我们的粉专 粉丝社团就准备会正式开始 好那里面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 好那我觉得其实对大家都非常有用 因为现在其实今年的话产业上面变化又多 所以什么东西里面有新的亮点 好有些你不知道的讯息 好那那些讯息你又怎么去 在最容易理解的情况之下 能够很快去了解它 然后很快抓到方向 然后很快去把握里面的机会 好所以我们的粉专我觉得会非常的棒 好我觉得会非常的棒 好应该是今年你一定要把握的 好今年如果想要在股票上赚大钱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握 好所以我们已经准备 我们的粉专已经准备要准备要开始了 好那当然到时候的话呢 再过几天我就会把这个正式的这个 另外一个QR扣给大家 好那当然你一定要把握 不过今年的话确实是 你可以好好赚钱的时候 好但是重点要记得 好今年涨的都是新题材新进度 好那或者是新的应用 好但是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一定要在发动之前买好 好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些之后 然后领先布局嘛 对不对 你才不会在第一天的时候会觉得措手不及 好所以我才会说 在这个假日的时候跟大家谈到这个 来这个是刚讲到的 这个抗癌的一个名要 那这个呢就是必知所施宝贵的 那必知所施宝贵 其实它的这个营收 它的营收已经大幅下降了 在去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已经下降32个百分点 那今年下降会更多 同99亿美金 大家注意 其实你看这个市场其实很大 而且它其实整个还是更大的 那这个是这个美食的那个血癌药的原厂 它其实它的销售 这个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它下来是因为它被学民药拿走了 可是整个市场就变大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里面那个 学民药上来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那今年这态势又更明显 因为今年的话呢 它的原厂药本身 就从99亿 今年会到65亿美金 所以今年又让出更多的份额了 对不对 但你看到这都是美金的数字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从这样子的一个 本来是100多亿的美金的市场里面 你去拿到那个份额 那份额拿起来就很惊人 而且你会一直往上面增加 一直往上面增加 所以我说美食去年它是拿了一个 它只是第一次的出货 那第一次出货的时候 今年要出三到四次 那今年要出三到四次 不是让你把钱都会出一次 它今年要出三到四次 是你上面的数字会倍数成长 对不对 因为你去年出的那个 它只是第一次的出货 它的出货就只有佛前面这几个月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回到什么 你真的开始出来 然后原厂要又开始下滑 这个市占率拿过来之后 那其实你今年的出货就会大成长 对不对 再加上 它其实那个份额明年还会再调高 那今年份额 它等于是 你今年就算增加倍数 它还是怎样 它明年还是要继续往上 因为那个是有一个 有一个上限一直在往上调的 所以你今年是会大成长 对不对 明年又成长更多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 你要把握还没有喷出的 对不对 那礼拜五就很好买点 是 礼拜五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 因为礼拜五它没有喷出 是 礼拜五它也没有涨停 礼拜五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你都可以很随便买 对不对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 你高兴怎么买都可以 当然对大自信朋友来讲更好 因为你可以一口气 你想买30张也好 50张也好 100张也没问题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美思 它其实今天就是创新高了 对不对 因为今天开高走高到10点出头的时候 它就已经涨停锁住了 对不对 那今天是到273.5元 今天是又创新高了 那不是创近期的新高 是已经平掉之前的高点 对不对 所以今天创新高之后 开始要正式开始反映什么 开始要正式反映今年的大成长 是 但是你看到涨停的时候想到什么 你看到涨停的时候想到什么 可能会想到我礼拜五跟你讲的 对不对 我礼拜五跟你说的 这个 学民药已经开始一直在侵占这个原厂市场了 那你可能会想到我跟你讲 对不对 它今年还有新进度 你可能会想到这些 可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涨停板 你其实之前就可以 你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赚到 因为礼拜五就可以买的很轻松嘛 是不是 礼拜五你随便买啊 你今天就足足一根涨停 你今天就直接转涨停 是不是 一点都没有折扣 对不对 你就可以完完整整的 把涨停板赚到 这就是讲先布局的概念 这就是讲说买在其长点的概念 发动之前买好的概念 对不对 而且不是今天分出来后 我才跟你说 没事怎样怎样怎样 对不对 不会只有一个族群 因为今年是落底上来的 对不对 只是快慢的问题而已 但只是落底上来的时候 有的族群坏一点 有的族群慢一点 有的可能还原地踏步一下 但重点是你要把握是 真正今年开始有大成长的 但新的应用 对不对 有些是新的进度 对不对 那获利上来要很多的 那一些你把握好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今年赚不完 我觉得你今天有非常非常多赚钱的机会 所以你要记得今年 基本上你要把握机会 那把握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当然要事前先买 对不对 你喷出钱就先买好 对不对 涨停之前就先买好 所以这种涨停最好就是 你前一天买了之后第二天涨停板 这涨停不就是都你的吗 是是 你可以很完整的赚到 你一般我买的又轻松 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你就要一直复制 是不是 你不只在今天的美食 不只在之前的材料 对不对 你接下来还有更多你可以一路复制的 因为今年确实有很多大城市的股票 所以我才讲说今年就是选股不选市 好 那不管怎么说就是 先恭喜大家今天273.5元 那今天是早早就已经涨停板锁住了 好 那同时也是再创新高 所以今年273.5元再创新高 接下来就要准备反映什么 反映今年的高成长 所以我说今年其实有新进度的公司很多 有新题材的也很多 那所以你要怎么把它换成你的获利 怎么换成你手上的涨停 对所以我说 其实最好的一种涨停板就是 你前一天买好之后第二天早上 它开盘没有多久之后就涨停 对那个其实是可以让你赚很轻松 而且其实你可以很确实的 你想买多少都买得到 对不对 你要买多少都可以很充容的进场 而不是说你追不到 那或者是它开盘没有多久 你根本没有进场机会 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事前都可以买好的 然后买好之后第二天早上 所以这样的概念的话 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同时要把握今年的机会 那我之前就跟你说 其实今天很多标估 那都是新题材 应该说他们都是有真正基本面的进度 那这种东西当然就是一定会喷出 只是喷出的那个时间点你要跟好而已 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朋友 当然我们的这个不管是LINE也好 FB也好 这个FB也好 你都一定要把握 那我觉得后面就会更好玩 因为后面我们的东西又更坚强 而且我们的粉丝社团 粉丝也快要出来了 那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把握好 那当然话还有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还没有把握好 你想如果你礼拜五买的话 吃得很轻松 买完之后今天每次就直接早听 对不对 而且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我要回到这个逻辑 今年就是有东西一定会喷出 有一些他的今年就是成长幅度很大 那那个点在到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跟上来 因为跟上之后接下来你就是长一半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所以如果还没有跟上的话 来美食之后其实还有谁要喷出 美食之后还有谁要喷出 其实这个剧本都写好了 应该是讲说接下来要喷出 你一定要把握 所以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来 那跟上结果就是礼拜一今天 你就直接找听了 好那你如果还没有跟上朋友 来赶快来领取了 接下来谁要喷出 接下来这档一定要把握 现在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等一下就有电话 记得打电话记得收取 下一档标股记得一定要跟上 跟我们线上注意联络 一起来赚钱 祝大家这个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